我這邊是一個個人開發者 我們大概是從2008年12月的時候 就已經到Android這邊 除了神電插人、App Manager之外 可以看出來我們大概在這段期間 都主要都是在做一些工具型的應用 期間我們大概也試過幾家不同的廣告平台 大概我們大概試一下 大概就是AmUp的動物的效率也是最高的 透過這種方式 除了可以增加你免費應用上的營收來源之外 另外一個也可以去分擔你在單一的營收模式上的一些東西 那在加AmUp的過程中 我們大概也蠻有趣 我們大概分析到2012年 大概就是三年的期間2011、2012 這三年期間我們算過 單月廣告的收入成長了大概45倍多 我們曾經用過AmUp的幾乎所有產品我們都用過了 從一開始最典型 就是說在手機應用裡面 我們會去加一個所謂的橫幅的一個廣告 那這也是AmUp提供的一個所謂的Banner廣告 那除了這個橫幅廣告之外呢 我們也用AmUp的所謂的插波式的廣告 然後另外一個還有所謂的HouseAd 這是我最推崇的一個HouseAd 因為HouseAd它可以讓你的應用之間呢 去做所謂的Cross Promotion 或是我們中文講的那個交互推廣 也就是說你可以在你的應用程式A裡面去發一個廣告 這廣告是Promo你的另外一個應用程式B 透過這個HouseAd的方式呢 可以讓你的應用程式的使用者達到一個最大化 在比例上來講的話 在2011年呢 付費程式的收入跟廣告的收入呢 比例大概是65%比上35% 2012年的時候呢 付費跟免費這邊的比例呢 大概變成是48比上52 也就是說呢 從廣告這邊來的收入呢 已經遠大於付費這邊來的收入 我覺得因為代表我們最大的好處 它可以提供一個即時的報表分析資料 所以對你開發者來講 你要去管理你這些廣告平台所的一些效率的時候 你可以讓你的管理你打到更有效 對使用者來講 應用你廣告元件是一體的 因此擁有可靠的技術 重視飲食權保護 是我在選擇廣告平台時首要的條件 另外我的AP需要一個覆蓋率廣 高填充率 效率佳 以及值得信任與長期合作的一個廣告平台 在試過幾家不同的廣告平台後 我選擇Google AMOKE成為我主要的廣告平台合作夥伴 我選擇Google AMOKE成為我主要的廣告平台合作夥伴